回到我们台湾顾问团团 今天持续来探讨 关于马总统亲自出手的 在国安两岸以及 外交的人事大异动的 结果出来了之后 大家应该怎么看看 最新的人事安排 刚才我们来看到了 驻美代表这么大的一个 在外交场面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最后是他最核心的亲信 金普聪先生来做担任的动作 但其实刚刚来朋友告诉他 其实台湾关系 其实现在就是好的不得了 不过谢宏刚刚有提到 美国我们跟美国关系 毕竟是一个火车头 整个外交关系体系 甚至要让中国跟中国关系 搞得好的话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意义 所以由金普聪驻美 王玉琪入委会 接下来这一两块 统统没问题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 必须承认 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要先研究中国的动向 那十八大看是习近平的 应该是稳的 不管他是有没有受伤 或是怎样 都是他的 那十月底之前也一定会结案 那在这时候我们调整这个人事 其实某种程度是回应了美国跟中国 对这件事情的见解 因为习近平应该是 自有这个他们的领导人 这样子的总书记 以来最亲美的 最亲美的 最亲美 那他在过去今年三四月的时候 马总统有换了一个错 这个错就是他原来以为说 反正我们两岸之间的关系是这样 所以他520的文告 其实可以先跟胡锦涛那一篇 先商量一下 他这些商量不得了 你看他其实很难过 包括所谓的一国两区这些东西 到最后都扭扭扭扭扭到520的那篇文告 写的真不像话 真的这个老实说520那篇文告 已经不是马英九原来要写的东西了 这个为什么会扭成这样 就是美国那一关没有处理好 那美国是不会来管我们这边表面上是 可是他要你每一件事你要做之前 不要有意外 因为status quo是什么意思 是美国说了算 那现在如果习近平也认为两岸之间 status quo是美国说了算 那我们当然都找美国 那这个是长期以来在野的 我认为原来这个思考是民进党 是党外的 就长期的思考 那过去可能国民党里头很多人不是这样想 不以为人 ok我们尊重了 可是这是一个现实 等到中国方面习近平方面未来走亲美的路线 这条路线如果已经定的话 那马总统大概比 怎么可以比习近平不亲美 我一定要更亲美 所以而且他驻美代表一定要 他说了就是马总统最后的意思 你不要搞到最后人家整团人 跑到总统里头去问你说 你的一股两股是什么意思 请问你说治权跟政权可以分开来 这是什么意思 这问的马总统解释半天 人家一出来告诉大家说我没听懂 这不是中国时报的二板头吗 5月21号 22号的头嘛 那干嘛呢 干嘛搞那么难看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台湾是不可能不亲美的啦 但中国在亲美的时候 我们要比他更亲美就是这样 好 那我是有一点修正啦 就正量说他们亲中啦 对 看清中国的关系 其实我的讲法是说是你习近平亲美 我就比你更亲而已啊 所以我重视你的 还是有重视你的未来的布局嘛 你的布局你看嘛 这两天你只要看他跟这个国防部长 美国国防部长 潘勒岛的谈话 那个内容 习近平 但那个你应该要看英文的啦 因为中文的我觉得有一些地方有出入啦 那那个英文的报导 这个段报导 你可以看习近平亲美亲到什么程度啊 这个简直就是大家要和乐融融一起 也甚至要加入到太平洋的军事布局里头 所以这个亲美的程度是前所未见 所以我们必须保持这个 那当然最重要是你要有一个完全代表马总统的 代表台湾思考 甚至于我大胆讲 我认为金先其实在整个国民党里头 是倾向比较反共 这是比较好 我会愿意给高分 因为我认为金普总统有一点 至少这一点我们肯定 所以可以稍微放一点心在这边 对那庄教授庄老师 像您刚刚一开始认为说是很败 所以只给五分了 那你看现在这样的一个分析下来呢 对这个这样人事布局 你依旧没有办法满意吗 十八大之前现在说到 我们要比人家更加的亲中 未来两岸关系才能更加的和缓 韩晋晋 你认为这不是对的路 我一直在强调说 国家机器你要广纳人才 与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呢 是蛮尖尾的 那你如果说在既有的人才里面 而且这些人呢又是已经把国家自理成 负面的分数那么多了 你再搬来搬去多这些人 我看是了无心意的 所以您觉得是执行力 恐怕没有办法出得来 而且刚刚那个玉芳兄有提到说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不错 为什么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不错 不是派一个总统的亲信 去那边就会跟我们关系好 李议员那时候是不是 陈水扁的亲信 那时候陆维会主委陈明通 副主委游英龙 是不是陈水扁的亲信 结果呢 是你国家的政策跟对方不合 结果就造成乱七 整个大乱嘛 同样的情况 阿扁那时候瘦肉精没有通过 马英九总统为了美牛瘦肉精 被民运党讲成什么样子 他还是一样要拼啊 就是说这个两国之间的关系 是看你的诚意 在两国之间的利益 所以一方中讲的没错啊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是他们定义的啊 他们凭什么定义 看你国内对我美国友善的程度 我互利的程度啊 大陆这边也是一样啊 所以既然两岸之间的关系 跟美国的关系本来就不错了 说真的啦 派谁去我是觉得差不了多少 因为都是执行总统的意志 尤其在那个陆委会方面 陆委会现在要做的是实时的谈判 你已经关系不错了 应该派一个真的是经贸高手 谈判高手 能够为台湾在谈判过程 争取最大利益的 所以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心意嘛 我刚刚秦敏这个讲 我稍微修正一点 陈水扁的时代 真的是陈总统 所有事情都自己想就做了 所以呢 你派了谁去做代表 李英勇也好都没有用 他的确没用 为什么 因为他们跟美国讲 信誓旦旦说 我们怎样的 到最后不是这样 那你知道那个状况 坏到多坏吗 那个邱逸人也好 或蔡英文也好 不是都美国听不懂的时候 就找他们去讲 他们讲好了回去下个礼拜又不一样 然后他们就被美国告诉他们说 你不是讲这样吗 为什么不是这样 所以到最后连Michael Green都自己要搭飞机来 对不对 为什么美国自己搭飞机来 就是我要亲自听到陈总统你说的是什么 怎么会是这样吧 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在金普通跟马英九之间 就不会发生 好这个部分相对是安全一点 我们为什么刚刚说到美国跟中国是台湾的两道生命线 我们带你来看看从马总统执政到现在 这几年的台美以及我们跟两岸之间的贸易的关系 来看看2008年开始 我们今天只摘出了中国跟美国 那么一路呢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我们的出口值是高于中国进口来台湾 我们的出口值也高于美国进口来台湾 那么我们的最大的贸易出口的三大国家 第一个是大陆 第二个是日本 第三名是美国 所以大陆跟美国呢 就高居整个台湾生命命脉的 特别是经贸命脉的两大国家 所以在这里关系不维承 当然是不行 刚才提到了 在习近平在十八大即将接班的这个前夕 马总统这次的强势改组 亲信全部上阵 所以郭委员在这个时刻 是个很关键的时刻吗 但您第一时间的评价就是说呢 是众美 亲中 反而跟中国的关系是放轻了一点 但是我们现在来宾的解读是方向不尽然完全一样 为什么 因为王玉琪资历不够 所以接下来谈判你觉得在这会难以突破 王玉琪是金普冲的学生 我们知道啦 对那个辈分是不一样的 我跟你讲 因为他这人是同时公布 那对中国来讲 他当然会同时看你美国代表是谁 你有没有大小眼吗 结果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 你是把王玉看成王小益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其实代表性是一回事 另外一个是分量 这两个都要结合的啦 你怎么可能只看代表性 所以会有很大落差 你觉得未来是 而且他特别重视这个 我跟你讲连美国都有点重视了啦 何况是大陆 大陆是更封建的国家嘛 他更重视这个 不过我是觉得啊 其实坦白讲金普冲要碰到的一些经贸议题啊 我们以前WTA也是国贸局在主谈 坦白讲这些都不是他的重点啦 他的特别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其实今天唐湘龙写了一篇文章啊 他是特别挺马英九的人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 马英九不能说的秘密 他为什么要这样写文章 我们郁方兄也不好意思讲啦 因为他不好讲啊 金普冲去美国 就是怀有特殊政治的任务嘛 你去想一想嘛 TPP Tifa他是专家吗 不是 ECL需要他吗 连在胡锦涛都已经答应了耶 基本上美国也都支持 这个他不需要特别用力啦 那你说一阶公关场合 需要他去拉比国会议员 那也不是他的专长啊 还有副代表耶 好那到底政治任务是什么 就是他讲话算数嘛 重点就是 那他有时候要传话嘛 就是我跟你讲的绕道外交嘛 就是要透过华盛顿跟北京打交道 谁能代表马英九 只有他人代表 其他人都不算 所以我们知道总统的这个职权范围 刚刚讲到嘛 两岸外交就在总统职权范围当中 亲信出来了 关于这个 特别在对岸的跟中国的关系的维持部分 王云奇的部分也说 他以后会非常精准传达马总统的意志 所以请教了林委员 那这个意志 马总统的意志 对美国 对中国都是马总统的意志 果然是他一个人的意志而已嘛 我们在整个内政的部分 看到经济状况很糟糕 我们看不出什么好的一个对策 那马总统擅长虽然是外交两岸 但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确定让大家不用害怕 执行他的意志 我们就可以往前进 因为对于国家安全还是对于这个经济发展来讲 美国跟中国大陆对我们都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日本 可是跟美国跟大陆 这两个国家跟日本对我们不同意义在哪里 日本就纯粹经贸 美国跟大陆是影响到国家安全 因为中国大陆军事会威胁台湾 那美国呢 是显然如果中国大陆要打台湾 或者不是要想打 我们要买武器也只能找美国 所以这两个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负面的 在国家安全上面 那我先这样讲 我是比较同意正量的一点在哪里呢 两岸的关系在未来的时间 三年多的时间 不会再像过去的几年那样子的热门 不会是马英九非常要专注的地方 因为你要怎么再往前面跨一步呢 你要跨一大步进去就进入政治的领域 所以那个部分还会是个红线 这个是不是说红线不红线 是国内没有共识 第二个美国也不希望看到 那以你马总统处理对美关系的风格来讲 美国人不喜欢看到的东西 他不可能去做 对除了你中国大陆做了非常大的让步 譬如说国际的空间给你更大 让你有更多建交国 或者是让你加入国际的这个组织 甚至不必用观察员 用更高一层飞员的名字让你参加 达成共识的一个领域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 我们现在大家都一直在讲财经最重要嘛 国内的财经状况不好 国际也不好 马总统未来三年多 会把整个重心会放在财经上面 当然对美外交要持续强化 跟中国大陆关系要维持至少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这样而已 重点未来会是在财经 尤其中国大陆 我认为未来来讲 不会有什么突然间让人家眼睛突然一亮 或是给我们一个惊讶的东西 不会有 那我讲美国为什么 说未来我们对美国的关系不会有大问题 谁当代表 我不是要贬义金斧冲先生 这谈不上我喜欢他或不喜欢他 跟这个也没关 最重要是美国决心重返亚洲 那美国决心重返亚洲 台湾这一块是不能缺的 你缺了这一块 它整个西太平洋这个仿线也好 围堵线也好 你就出现很大的空隙 所以说现在一个态势的发展 看到这个不只是说 我们自己在国家安全最大的 这个要求之下 在美国跟美国的关系 跟中国关系的经营 所以需要这样一个一波的人事的改组 其实在整个国际局势转变当中 美国何尝也不是在这个时刻 也需要加入亚洲 然后在这里更更多的朋友 把关系拉得更加的紧密 好 那么在广告回来 我们就继续来看到 那么在接下来的三年多的任期 如林宇委员所讲的 总统关注的还是在财经吗 所以这波人事改组之后 财经方面我们就能够有所期待吗 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连结 我们待会来谈 感谢观看